所以了解了这一点之后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哪些所谓的标签 预判断或刻板印象 在说服当中是最有威力的呢 第一个 我们称之为叫专业 那当然有人会讲说 哎呀 志东老师 你绕了那么大圈 你就想告诉我们说 要说服别人要专业 这我还要上你的课吗 这还需要学吗 这个我们哪都知道了 不是的 我要教的第一个标签不是专业 是专业的感觉 专业的感觉跟专业是两回事 很多人专业可是没有专业的感觉 很多人有专业的感觉 他不代表他需要专业 因为你的大脑很有趣 我们的大脑真正喜欢的是专业吗 我们不喜欢专业 我们想要的是专业的感觉 为什么我们大脑不喜欢专业 因为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因为要判断一个人到底专不专业 其实是很费力的 判断一段对谈专不专业 判断一个人到底专不专业 判断一本书专不专业 是特别费力的 所以呢我们大脑 我说过了 他很爱偷懒 所以他根本要的不是真正的专业 他只要有一个 你只要给他一个暗示 让他觉得这有专业的感觉 大脑就很满足了 这有专业的感觉就够了 好比说我举个例 你看这张照片 我在台湾拿的一个广告 你看他说 这个德国皮肤科医师推荐 然后旁边有一个漂漂亮亮的医生 穿着白大褂 塞了个听诊器在口袋里 然后我问你 你觉得这个广告上这位女士 她是真的医生还是模特 基本上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她应该不是真的医生 她应该是个model 她只是一个广告上的model 穿着白大褂 因为通常念完 念完那么多年医学院 人没办法长得那么体面 所以你看 我们都知道她不是个医生 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广告商难道想要骗我们这一点吗 广告商说 哎呀搞不好那些 那些那个观众看不出来 她是不是真的医生 不是的 我们知道她不是真的医生 我们也知道她是model 可是那又怎么样 她要传递的不是专业 她要传递的是专业的感觉 她不是医生 可是她的造型有专业的感觉 你说直中学长 不是吧 我们才不会受这个影响呢 我们才不会因为一个人穿了白大褂 就有专业的感觉呢 我们不会受广告影响 是吗 我们来看第二条 来 这个呢 这位老兄啊 你看白发白胡子 戴个眼镜啊 同样的穿一个白大褂 然后还挂了一个听证器 好像都喜欢这样啊 然后呢 我问你 这位老兄 他是真正的医生吗 还是是个model 他也是个model 他是个演员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那为什么还要找他来 让他穿个白大褂 他又不是真正的医生 因为他站在这儿 有专业的感觉 当然很多人会讲 哎呀 直中老师 我才不会受到影响呢 我也知道广告是骗人的 他只是个演员 我不会因此就会有什么样差别的 真的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第三幅图 来 这也是一个广告 这四位 在推荐一款水 你觉得这一幅广告 跟前面两幅广告相比 气氛是不是差很多 好像那个水的来历 都有点来历不明的感觉 你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水 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了 来 跟各位报告 这四位 他们才是真的医生 懂吗 他们是台湾马街医院 外科的真正的医生 他们是在推销一款 就是在帮忙代言一款 就是手术后的那个水 我不知道细节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在代言一款水 你有没有发觉 真正的医生 如果不穿白大褂 不弄个停诊器 挂脖子上 穿得这么轻松随性 他这个广告的效果 跟专业度 还不如这个演员呢 还不如这个model呢 在这三个广告里头 你说我不会受到广告影响 真的吗 这哪一款产品 看起来比较严肃 哪一款产品 看起来比较像样 是这款 这款 还是这款 你看起来这款最不像样 这款最不知道 哪冒出来的 对不对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们不专业 而是因为他们 有专业的感觉 那我也知道 这四位医生 虽然我不太能理解 他们的审美 那可是他们可能是认为 平常都穿白大胯 难得拍广告 觉得轻松一点 比较容易带货 可是没有 他穿成这样 特别不相信 这个就特别没专业的感觉 所以给我一个概念 我们要的不是专业 我们的大脑 要的是专业的感觉 这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实验 被引用过无数次 他是干嘛呢 他是在测试 什么情况下 人们会对证人的证词 特别觉得有可信度 他当时呢 是一个模拟法庭 对象是员工 在控告工厂排放的污染 让他得了癌症 两组不同的同学 在大学里头 分别担任 模拟法庭的陪审团 然后呢 第一组同学 他们请专家上来介绍 介绍提供证词 他们说这个专家 拥有专业背景 并且在过程中 这个扮演专家的教授呢 用非常艰深的 非常难懂的术语 然后来做证言 好比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Jas Lurice表示 该化学物质足以导致 恶性肿瘤的产生 以及肝肿大 细胞增生肝肿大 并使鼻障击胸腺 出现淋巴萎缩 那当然他不是只讲这个 他讲了一堆 深奥难懂的内容 同学配身团 大部分都听不懂 而第二组同学呢 则是这个专家 用非常浅白的 非常容易理解的 特别接地气的方式 来介绍他的内容 他说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Jas Lurice表示 该物质会造成肝癌 以及其他免疫系统的疾病 讲得特别浅白一统 好 你看 如果你是同学 我问你 在这两组当中 你觉得哪一组的专家证言 会显得特别可信 会让你觉得 这个专家讲得 特别 特别 特别有根据 很容易理解 是那个什么 讲得复杂的那一个 你知道吗 第一个版本的那一组 那个用了各式各样 深奥难懂的术语 来解释的那一组 同学大部分都听不懂 陪审团都听不懂 可是虽然听不懂呢 可是算是他能说服的人数 却超过第二组一倍 而这位老兄呢 他是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他是 没错 只不过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法学院教授 他是个演员 他是教授 是法学院教授 他这边只是做个表演 可是即便如此 只要他讲的内容 你听不懂 人很有趣 人们大脑呢 有一个 我刚刚说过 要走捷径 当你听不懂的时候 就是一个专家 最有说服力的时候 很有意思 因为你的大脑 会告诉你自己叫做什么 我很想懂这件事情 可是看起来要搞懂好费力 那算了 你看起来好像懂 那就听你的好了 一旦大脑认为 这个要搞懂很费力 或者是这个 我根本不可能懂 而你看起来 好像已经懂了 对不对 那我就听你的 人都是这样 当你听不懂的时候 就是他最有说服力的时候 我们自己在实行大学 我当年在当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也做过一个 类似的实验 当时我们的指导老师 他也是 他分了两组 那一组是由我来讲 他跟那组 那个班上的同学在介绍 说这个是你们研究所的学长 他来跟你们做一个 专题演讲 分享某本书的内容 那我的工作呢 就是把那本书的那个章节 讲得特别通俗 易懂 特别有趣 而且我还里头加了很多的 就是小笑话 让大家听得哈哈大笑 全部的过程都非常愉快 第二组呢 那老师的介绍叫做 我老师从外面 请了一个专家朋友来 给大家做一个专题报告 他要跟大家介绍某一本书当中的某一段的内容 而那位外头请来的专家 那个 那位专家朋友呢 他刻意用非常复杂的方式去讲 跟我讲的同一段 你知道吗 我把那段讲得特别通俗 然后特别容易理解 他只能把他讲得特别复杂 听都听不懂 事后 给两个班级的同学 做问卷 说你对于今天来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来宾 你对他的看法如何 很有意思哦 我的那个问卷里头 我的满意度超高 相较于隔壁那位专家 大家都听不懂 听得昏昏欲碎的 我的满意度超高 可是 我的可信度很低 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 职中学长 研究所的学长 职中学长 讲得好有意思 我特别满意 可是是不是真的呢 我怀疑 另外一个班上则觉得 这位老师 讲的我完全听不懂 可是我觉得 应该都是真的 特别有趣 他的满意度低 可信度高 我的满意度高 可信度低 当你听不懂的时候 就是专家 最有说服力的时候 而 实际上 他们是怎么操作这个技巧呢 他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触发与导航 触发与导航 什么意思 当我说你要有专业感的时候 我不是要大家 各位同学是满口术语 因为那满口术语也没意思 而且满口术语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的效果 最聪明的方法叫做触发与导航 就是 你刻意留下一个弯道 帮助你的听众的大脑超捷径 这个在广告领域常常用 我举个例子 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一个雀巢的广告 当然我不是说 我现在讲的是广告 我没有说这个产品好或不好 都不重要 在这个雀巢的广告来 我问你 在这一幅广告照片里头 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有哪些词你看不懂的 有哪些词你是看不懂的 你知道我在课堂上问的时候 有同学会讲 说水解 什么叫水解技术 看不懂 你看HA水解技术右边这个 看不懂 看不懂你看 它上面两个字叫什么 独家 水解技术是什么 不懂 独家技术 懂了 这叫做触发与导航 看不懂的部分 逼你的大脑在这边停住 然后四周找 有没有其他看得懂的东西 然后只要找到了 大脑就满足了 这叫做触发与导航 再看 最大的标题 能恩水解三 什么叫水解三 听都听不懂 对不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 这广告没打算解释给你听 能恩水解三 没解释 可是你的眼睛怎么样 四周看一看 四周看一看 往下一瞄 台湾小儿科医师推荐 能恩水解三 什么是水解三 不知道 可是它是一个小儿科医师推荐的 你看 触发与导航 一旦你在这个地方卡住了 看不懂 你就会在四周找其他的词 然后把其他的词 看得懂了 当成是这一段的结论 以及 最多临床实证水解配方 底下那行小字看得到了吧 这句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临床实证水解配方 你们为什么都不解释呢 不用 这句话一卡住 然后你的眼睛往旁边看 看到什么 第一品牌 对不对 所以它要告诉你的就是 独家技术 小儿科医生推荐 第一品牌 它要给你的只是这个 可是它如果一个广告 上上只写的三行字 独家技术 小儿科医生推荐 第一品牌 你就不相信它了吗 对不对 自吹自擂啊 可是它一旦讲 HA水解技术 独家 能恩水解三 台湾小儿科医师推荐 最多临床实证水解配方 第一品牌 你马上就会觉得怎么样 我从广告里学到东西了 因为所有你看不懂的东西 都叫触发 然后它帮你导航到下一个 你看得懂的结论上 只有这张广告这样用吗 再换一张 这也是奶粉广告 来 你们告诉我 这张广告哪一个词你看不懂 就是最上面第一个词 神经窍灵指 我甚至都不知道这句话怎么断句啊 是神经窍灵指 还是神经窍灵指 我不知道 反正 甚至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读错音啊 这个看不懂 对不对 来 这是叫做触发 他不打算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可是这个词你看不懂 马上导航到下面的结论叫什么 开通学习快速道路 这个知道知道 就是你里头有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可是他可以开通学习快速道路 特别好 他如果不加那个神经窍灵指 只在广告上打开通学习快速道路 你就不相信他了 对不对 一定是触发了之后 你自己找到答案 一定是触发之后 你发觉看不懂 于是找线索 那那个线索 你就会相信 因为那个线索 会让你有专业的感觉 以及你看这个什么 S26 什么是S26 对不对 这什么意思 然后底头还讲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 又讲了一个神经窍灵指 然后加了很多小字 可是底下去 只有一行字 是我们看得懂的 叫什么 叫做学习营养科技 反正吃了这个东西 小孩学习会变好的意思 触发与导航 都是同一个技巧 都是同一个技巧 所有想要传达专业的感觉的产品 他们都喜欢用这一招 他不会满篇都是术语 也不会满篇都让你看得懂 他都是用这种出发跟导航的方式 让你相信自己找到的答案 然后我们在这边 我让大家看一个影片好了 刚才看的是两个广告 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那在看的时候 大家要综合使用 你看看这一篇影片里头 他用了哪些技巧 医师 我们每多一岁 对完善的依赖就越重 请问您的看法 年过五十 食量小 吃的东西种类少 容易营养不均衡 尤其是高优质蛋白质 摄取药足够 真的要注意哦 风道生病 跟药足种营养 完善有30多种营养素 优质蛋白质 MCT 左旋肉酸 医学证实 无洲营养改善 低糖与无糖推荐给大家 规格完善 你的好选择 好的 看完刚才这个广告 你们有发现 第一个 但凡医生出来 永远要穿白大褂 不要犯了马街医院那些 推荐那个水的医生的错误 那第二个 你们有发现一件事 他说我这个产品里头 有30多种营养素 30多种营养素 他挑了三个介绍给大家 三个里头只有一个词 我们看得懂 优质蛋白质 MCT 左旋肉酸 都听不懂 然后也不打算解释 对不对 我想你的30多种营养素里头 就不能挑三个 我们都听得懂的营养素 介绍给大家吗 不会 你只会 你三个里头就有两个 是我们听不懂的 为什么 因为听不懂的 就感觉他特别营养 当你听不懂的时候 就是人家专家 最有说服力的时候 所以来 我们看 那刚才讲的这些是广告 那我们在我们自己个人身上呢 我们要怎么用这个感觉 当然了 在最完美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会觉得一个人感觉他专业 有些条件 比如说头衔 外表 口碑 对不对 比如说他是什么什么博士 的确有专业的感觉 长的衣服 头发灰白 穿着白大褂的样子 的确看起来很像个专家 或者是口碑 大家都说他很棒 对不对 这也可以让一个人感觉专业 只不过这是最好的情况是这样 而我们一般人没有这些条件 如果你们在座的上课的同学已经是某个领域的大牛或专家 那你说服别人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一般人没有这个条件怎么办 来 我们可以追求另外的 另外我们可以追求的三样东西叫什么 叫做细节 数字 与习惯 这个是非常容易建立专业感的三个标准 来我们来一个个聊一聊 第一个能够让你展现专业度的东西呢 叫做细节 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啊 如果在你所从事的行业里头 你能够讲出一个 外行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 人家听起来就会觉得 哇塞 这个领域里头你好专业啊 对不对 专业的感觉 我举一个例子 奇葩说第六季的时候啊 当时有举办过欧洲海选 其中一战在伦敦 当时呢 马老师他们伦敦战是亲自过去的 我猜他们也是顺便去玩一玩 那到了伦敦战之前呢 马老师的朋友 就跟他说 马东啊 你如果到了伦敦 有时间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那边找裁缝 给你做套衣服 伦敦那边的老裁缝店 对不对 特别有名 特别讲究 那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 所以后来 马东老师到了伦敦以后 还真的就去那边做了条裤子 时间不够 来不及做整套西服 就做了条裤子 然后他说 他那边去的那个裁缝店进门啊 看到人家那个打扮啊 那那个当然一副就是很专业的感觉 那个不多说 最特色的是什么 就去的时候 裁缝问说你要做裤子 就开始跟他量尺码 那你说你做裤子就量 就量裤子的尺码 下半身的尺码就好了 对不对 他说不是 量全身 那你只做裤子 你量我上半身的尺寸干嘛 人家裁缝讲的意思是 你穿这条裤子 目的就是要展现你整个人的挺 裤子的目的 是要让你整个人感觉挺 所以我得要知道 你上半身的尺寸怎么样 我做裤子才能够调整 哦 是这样啊 然后继续往下量 量裤子的尺码 我们男生都知道嘛 量到胯下的那个宽度的时候 他还问了马东老师一句话 就说你平常那个是放左边 还是放右边 马老师觉得非常惊讶 他说这个有差吗 还有人问这么细的吗 他说有差别 有差别 照马东老师的讲法 叫做他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一直到他最后赴账为止 他再也没有办法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裁缝 argue 任何事情了 你没有办法跟他争论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那几个问题 问完之后就 感觉叫做人家比你专业太多了 人家在这方面比你懂太多了 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不能跟他争论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专业的感觉 那当然我也会去问马老师 我好奇 我说你那个裤子放左边 放右边的裤子 穿起来感觉真的差很多吗 他说其实也还好 而且我们男生这辈子穿裤子 什么时候特别在意自己左或右的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最大的差别 是在于他问了这个细节 让他感觉这个裁缝 懂得比他多得多 这个效果才是最强烈的 而大家在做的也可以 同学也可以想想看 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 你有什么细节 是可以跟人分享 或让人知道的 如果你说没有 我工作就这样 就立行性的 就这些 那不行 那就代表怎么样 那代表你要展现专业 感觉还真难 你就只能靠 我们前面讲的一些术语 或坚深的名词 那效果非常有限 可是如果你能分享到一些 对不对 外行人不知道的东西 甚至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那一刻效果特别强 你知道 我们自己是在做辩论的 那你知道美国大选辩论 或者是那些 这些他们的竞选 政治人物辩论的时候 都有专人来指导 那我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那个 我的老师叫尤子祥 他本身也是指导很多 指导过很多政治人物在辩论 那你要知道 政治人物基本上 你不过是一个大学的老师 对不对 我政治人物在政坛 可能混了很多年了 然后你一个老师 要来指导我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会 都会有一股较劲 叫做我真的要听你的吗 那时候尤老师他有一招 就是跟政治人物谈说 哎呀你接下来要进行这个辩论了 对不对 来我给你讲一个细节你要注意到 就是在整个辩论的场合当中 基本上摄影机只有三样东西可以拍 一个是正方 一个是反方 第三个是主持人 其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拍 辩论的现场基本上是很空 也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的 他只有这三个地方可以拍 所以绝大多数你不要看到别人在讲话 你的对手在讲话 好像没你的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镜头没东西拍 所以他不能从头到尾就只拍他对方的脸 他得晃 所以他有大量的时间会拍到你的表情 所以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 你的表情只要一不小心 没有管理好漏了线 这会造成极为重大的失分 比如说当别人在讲一件 特别认真的事情的时候 你发出一个轻挑的或者是轻蔑的笑容的时候 摄影机绝对不会放过 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东西拍 他全部都得要把所有额外的变化放出去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学的一件事就叫做 不讲话的时候 那时候你也在做表达 你的表情姿势的每一刻都在做反应 都在传递讯息 那你要这一点是属于可以想象 可是一般人外行人就不知道自己 不知道居然有这种事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在最短情况下让人家觉得 你们这些人真的还挺专业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细节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会让人有专业感的叫什么 叫数字 数字特别有意思 你想啊 什么叫做专业 我们用比较客观的讲法 所谓专业 其实就是准确 好比说你跟客户开一个会 那客户问你 这个下午那个会要开多久 大概半小时 跟大概25分钟 你有没有发觉 这两种讲话的方向效果就不一样 大概半小时 OK 差不多25分钟 好专业好精准啊 对不对 所以什么能够呈现专业 准确 数字 它最能够让人感受到 哇 你懂你在干什么 我好比我举个例 你也知道 那个在米味 马东老师 他有个公司叫米味 在米味里面呢 他我们当时有一个案例 叫做有一个新进来的编辑 他们东西门的一个编辑 写公众号的 那他那个新进来的 那个年轻编辑 他的数值 那报告一下 他做了些什么 那当时呢 他一开始的第一个版本 他在准备 因为他之前没有太多工作经验 他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 一个小年轻人来做编辑 然后写文章写得不错 然后他来数值的时候 他说那我怎么介绍我的工作呢 他第一个版本就要做 这一年来 我写过几十拼案稿子 读者的反应都还挺好的 这大概是这个意思 当然不是那么简陋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他把他的内容 拿去给这个虫仔看 就是 然后说 可不可以先给我一点建议 虫仔一看就说 这个不行啊 这个 这个一看就知道你是菜鸟 而且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 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 哪怕你只是一个编辑 你可不可以把 跟你工作相关的数字 抓出来 尽可能塞到这里面去 把它用出来 他说好 知道了 于是呢 这是他的第二个版本 他说这一年来啊 我写了五十篇稿子 其中有四十一篇 达到了十万家 有九篇 二十万家 还有一篇代表作 那篇代表作呢 有三千多人转发 你有没有发觉 这个版本 就比前面好很多了 对不对 因为他把他所能想到的数字 都塞进去了 然后呢 他的领导从业啊 看了以后觉得 他觉得还是不够 他说你这个已经把数字塞进去了 很好 这是一个开头 然后我要你做另外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把每个数字 代表的意思 解释给大家听 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数字 代表的意思 解释给大家听 好让我们能够跟上这个数字 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这是他的第三个版本 他说这一年来啊 我写了五十篇稿子 如果以十万家作为合格标准 二十万家作为优秀标准的话 那么我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章 都在合格线之上 百分之二十的文章达到了优秀 好你有没有发觉 你这样改完之后 这个数字变得怎么样 更容易理解 而且呢 你有没有发觉数字反而变得更多了 比前个版本数字更多了 可是理解的方式变得简单了 然后再来 另外 在行业里头啊 一篇文章能够有三百到四百左右的转发 就算是非常成功的 而我呢 写过的一篇文章达到了三千多转 三千多种转发 你有没有发觉 这时候这个家伙 专不专业 优不优秀 就更清楚 每个数字代表的意义 代表的标准 通通都放进去了之后 你就觉得 哎呀 这个年轻人怎么样 特专业 而他的这段数字呢 后来在米味非常有名 因为他在 公开这个 这个发表过了之后 那时候 马东老师还特别讲说 这篇内容 就是公司内部流传 让大家都能知道 就是新进的同事们都知道 数字至少要做到这个标准 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数字 那还有没有方式 可以展现你的专业度呢 还有一种情况叫什么 叫习惯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感觉到这个人 特别感觉专业 就是当他流露出 他在职业上 常年培养的习惯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家伙 哎哟 专业 很有专业的感觉 那种长期的 自然流露的习惯 好比说你知道 这个我那时候看 他们 因为我这个人 特别爱看厨师 看厨师做菜 你知道台湾 有一位厨师叫阿基师 我相信其实 这不只是他了 很多专业厨师 也都是这样 他上节目 就是做料理节目 做菜的 然后其中有一段是打蛋 一般人怎么打蛋 一般人就直接打蛋 打蛋 就敲了蛋 打出来搅一搅 就不是这样子吗 还有怎么样 那个阿基师呢 他是这样 他是拿了一个小碗 比如说他要打五个蛋 打了小碗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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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不是直接打到大碗里 打到小碗再倒进去 那主持人就好奇 因为就是一般人家里做菜 很少有这么做的 为什么要先打进小碗 他说是这样子的 他说你们平常自己在家做菜 大概就顶多就打 就是三四个蛋了不起了 对不对 那你打到大碗里 无所谓 我们常年在餐厅 在饭店做菜 我们常常一打蛋 要打几十个 甚至打上百个蛋 因为他可能要用好大的料 要一次要做好大的量 可能要打几十个蛋 那打几十个蛋里头 万一只要有一个蛋臭掉了 坏掉了 那你全部打进缸子里头 一个蛋坏掉了 整缸就得倒掉了 对不对 所以每个蛋打到小碗里头 看一眼 打到小碗里头看一眼 这样的话万一这个蛋臭掉 丢掉里头都是干净的 他说这是我们饭店做菜 饭店厨师的习惯 你们家里做菜 不会有这个习惯 饭店做菜会有这个习惯 那习惯养成了 以至于我在这边 做个两人份的菜 我也保持这个习惯 特专业 你懂吗 我就是我 因为我看电视 我不知道这个厨师 做的菜怎么样 隔着荧幕你吃不到 可是你看他这个 非常熟练的这种动作 自然流露出 常年养成的习惯 你就觉得 专业厨师 这就是差别 这就是差别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呢 常常会要到各地去上课 去做演讲或分享 那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对方第一次夸我说 哎呀 直中老师看起来挺专业的 的那一刻 往往都不是等我演讲之后 听我内容才做出来的判断 而是在事前 当我们在对接彼此需求的时候 我就会听到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你看像这个 就是我们的一位同事 他在我每次出去演讲 或上课的时候 跟对方对接我们的需求 他会传过去的 讲做如何与直中学长一起工作 怪异的标题 他说的是 在食物方面 学长需要保持状态 怕吃错东西影响 所以在活动结束之前 他基本是吃麦当劳 单点两个麦香羽 汉堡跟大杯物糖可乐 给他就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因为我们每次到各地去上课的时候 你要知道 人家主办方都特别热情 黄老师大老远跑来 来请老师吃顿饭 接个风 然后我们这边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特别的餐饮 别的地方绝对吃不到的 黄老师来试一试 跟各位报告 我绝对在上课之前 不会尝试任何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东西 你懂吗 就是你说黄老师你一定要来试试看这个 这个你在别的地方绝对没有这种口味 绝对没有这种食物 我一定不吃 因为我需要在我工作之前保证我的状态是最稳定的 不要有任何的意外 所以基本上我都会跟他们说 我只吃麦当劳 给我吃麦当劳就好了 就像是我那时候去深圳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工作 你问我那时候去上课当天晚上吃什么吃麦当劳 第二天早上吃什么吃麦当劳 上课当天中午吃什么吃麦当劳 上完课后晚餐 我终于可以吃别的 因为课程上完了我才能吃别的 所以在这之前我都吃麦当劳 因为我希望保持最小的风险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挑麦当劳 也不是因为我特别要为麦当劳打广告 而是麦当劳依然是他最容易被买到 对不对 他又不贵 然后到处都有 所以主办单位就不会给他额外的负担 那第二方面 麦当劳的口味在全世界到处都一样 所以不管我去哪 基本上那口味都不会给我造成任何的意外或突袭 所以这就是我的习惯 我常年维持这样的习惯 而很多跟我们在我去工作的地方 或者对方的主办单位听到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这是他第一个 最早感受到 哇 这种老师好专业的那个感受 所以你看这就是习惯 这就是习惯 那不管是阿基斯那边打蛋 还是我说我去哪工作 我只吃麦当劳 这都是来自于我们常年 由于你这个人够专业所累积下的习惯 一旦表露在别人身面前的时候 人家就觉得 哇 这感觉很不一般 所以来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人专业 这感觉从哪里来 细节 数字 习惯 而这三点 其实你把它讲透了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深入 准确 跟自律 这就是专业的本质 什么叫做细节 你为什么能够理解细节 就是因为你对这个领域 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行业 够深入 你为什么知道数字 你为什么能够抓住那些准确 就是因为专业的本质 就是精准 那你为什么会培养这样的习惯 你为什么能够维持这样的习惯 因为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够自律 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一个人 在工作当中流露了这些特色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觉得 哇 你是专业的 那当然 有人会说 那万一直中老师 我没有这三个怎么办呢 我没有这三个怎么办 我真的不够专业 我没有我不知道有什么细节 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没有培养任何专业习惯 然后也抓不住那些精准的数字 那怎么办呢 好 退而求其次 还有一个方法 就叫做时间跟代价 这也是一个让人 可以感受到专业感的一个方式吧 虽然不是很好的方式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也只好诉诸时间跟代价 什么叫时间 就是你有听过吧 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这家老店开了20年 我煮了10年的馄饨 听起来 哎呦好专业 对不对 我花这么长的时间 我做 我当记者已经当了 当了十几年了 听起来好专业 那当然 你知道 其实你煮馄饨煮了10年 不代表这馄饨好吃吗 对不对 就是运气好 你煮了10年的馄饨 可是的确 你花了10年的时间煮馄饨 我们的确会有一种感觉 这就是所谓的百年老店 什么 传了第二代 第三代 时间总会让人有专业的感觉 虽然好多百年老店 味道都不怎么样 可是至少 至少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那时间是一个 你可以展现专业感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个方法叫代价 什么叫代价 就是 哎呦 那律师讲 你这个案子 我们事务所的同事 研究了一个多礼拜 你看 或者是 这个秘诀 你要知道 我当时花了好大的心血 才把它搞来 你看 这样听起来怎么样 专业 为什么 我为了这件事情 付出过很多的代价 听起来专业 你知道这个 我当年打球 你知道这个膝盖 对不对 就是一直打球的时候 就给磨坏了 感觉 厉害厉害 你懂球 对不对 可是当然严格来讲 你付了代价 不代表你真专业 对不对 很有可能你是因为踢不好球 所以膝盖才坏了 对不对 你说你们全事务所的人 为了这个案子 研究了一个礼拜 也不代表你研究出了什么东西来 可是付出代价 的确也是一个让人给感觉到 哦 你好像很懂这件事的感觉 所以假如 你没有数字 没有习惯 没有细节 那退而求其次 你可以诉诸 我付出了代价 我在这个上面投了很多的时间 那如果你假如讲 说中老师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连这俩都没有呢 就是我 我 既没有前面的 然后我这个馄饨也是昨天才刚煮 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 没有付任何的代价 我还想让人家有专业的感觉 如果我还是不行的 那我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建议你 我们来聊第二个标签 叫做诚实 OK 好 所以我们呢 专业这个领域呢 第一个元素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 来放心 不用怕 因为我们明天 会跟大家上的第二堂课 叫做诚实 如何让人家感受到 说服的第二个元素 我们 caused这些人费 我还要 帮忙 有病 有病